到昨天为止呢 我澳洲联邦银行的股票呢 从6600澳币呢 涨到了1062澳币 整整呢 翻了涨了50%几 美股呢 从66澳币涨到了99.25澳币 这笔意外资财呢 可以说是澳洲联邦银行 强迫我赚的 大家好我是Mary 欢迎来到澳洲中国大妈 频道 这个故事呢要回到两年之前 两年之前我买了我自己的 投资房子后呢 手里还有些闲钱 我就琢磨着呢我要做一些投资 然后呢我就开始研究 澳大利亚的股票 当时呢我就看了一下巴菲特 所买的股票我发现呢巴菲特 除了我们常知的 他买了可口可乐的股票之外 其实呢他很大一部分钱呢 都是在保险公司和 银行上面所以我就在琢磨着 那银行呢每年肯定是赚钱的 而且银行呢是不可能倒闭的 或者是说呢倒闭的风险呢是非常小的 我就选了澳大利亚的四大银行呢做了一个比较 之后呢我选进了澳大利亚的联邦银行和澳大利亚的国民银行 这两家银行作为我观察的目标 我关注股票的时候呢是两年之前那时候呢 澳大利亚的股票呢是在一个历史高减 就说呢这十多年来 我看了他的曲线呢 他一直都是上涨的 而且目前呢在一个高减 我那时候就琢磨呢 那我不能买啊 如果我买了的话 我正好踩在高减上 那我亏钱的风险就很大 另外呢因为我学过宏观经济的 我知道呢 美国的经济呢是每十年会有一个金融危机 那目前呢 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呢是2008年 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 那现在到了2019年呢已经到了十年了 所以呢下一个金融危机应该是离得很近了 而且我看到很多金融报道呢 很多人呢都在评论 2020年是下一个金融危机 大家都在这样谈论这件事情 但是呢从当时的经济上来看的话 看不到任何经济放缓 或者经济危机出现的一些兆头 但是我也不想买在高减 跟房价一样 虽然呢从历史上来看 它一直是升的 但是呢它总有下接的时候 如果你要买的话 最好是采准下接的阶段 这样的话收益会最高 说我一直在观察 也没有买 直到2002年的3月份 COVID的拿刑在全世界全卖爆发之后呢 股票忽然大接 一下子接叫了30%40% 那时候呢我就琢磨着 哎呀这是一个好的买入的一个点 然后呢我就跟公司里面很多长期买股票的 同事呢做了一个讨论 有些人呢就是哎呀好害怕啊 Mary你看现在 各个国家的COVID的拿刑在爆发 然后很多人呢都失业了 现在没有工作风险很高啊 但是呢我 我当时呢心里也有点犹豫 所以呢我就一直没有买 一直在观察 而且呢我那时候呢一直在看 澳洲联邦银行的股票 澳洲联邦银行的股票呢 最基的时候呢接到50多澳币 我看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买 到9月份的时候呢 我看它从50多澳币一直涨到70多澳币 差减要越过80了 然后又接回到60多澳币了 我在想呢 像国内呢 COVID的拿刑基本上已经困制住了 澳大利亚呢也是几 两次大的疫情过去之后呢 基本上已经困制住了 疫苗呢已经在研发快出来的阶段了 感觉呢整个经济呢 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后我就想哎呀买吧 如果不买的话 说不定就错过这次行情了 然后呢我就在同事的帮助之下呢 在SPAC呢开了一个 就是可以买股票的一个账户 往里面转了一些钱 准备好了 然后我等到那个内签呢 我看60 我看呢美股呢是67澳币 我就想呢 那我设定个66澳币 如果能买到的话就买到 然后我就在网上设定了 同时呢 我觉得那澳大利亚的国民银行的股票呢 也是可以入手的 所以呢我就这两个股票 每个设定了买100股 那是2020年的9月份 我刚把买购买股票设定之后呢 突然呢公司就通知我说 你看因为现在Covid的男性呢 经济不好 然后呢你这个职位呢 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职位了 那就意味着我没有工作了 所以呢我一下子就开始琢磨了 我说如果是我没有工作的话 那我不能买股票了 虽然股票是有机会赚钱 但是也有机会是亏掉钱的 我这个现在手里的现金呢 要留着生活 所以我就到我的银行账户上去 想把我购买股票的这个设定呢 取消 可是我到了上面去看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怎么样取消我这个设定 后来我就想呢 那就干脆这样吧 我把账户里的钱转走了 如果我账户里没有钱的话 他银行他就没法帮我主动的买股票了 然后我就把我购买股票的这个账户里的钱转走了 可是过了3000呢 我突然收到一个邮件 然后澳洲联邦银行呢 提醒我说 我成功购买了100股的 他们银行的股票 我就在想 不对啊 我不是已经把钱转走了吗 算了 反正我已经把钱转走了 即便他通知我 我购买了 如果他扣不到款的话 这个淨单呢就主动失效了 这是我当时的思维 这么想着呢 我也没管 没管呢 等我过了2000呢 哎 跑到账户上一去看的时候呢 哎 我真的还购买成功了 而且呢 澳洲联邦银行呢 从我其他银行账户上呢 自己花钱过去把这个股票给我购买了 这个案例来说呢 是不合规则的 因为呢 如果我这个购买股票的这个账户上没钱的话 其实他是不可不可能成交的 哎 我当时就想银行怎么强迫我购买股票 是不是银行现在特别缺钱 因为那时候Covid的拿钱刚刚爆发的时候呢 各大银行确实经济很紧张 有些人呢失去了工作 失去工作之后呢 他如果有房贷的话 就会打电话去银行 告诉银行 他要把这个房贷先延缓一下交付 另外呢 就是还要求银行呢 给他一些汇率上的一些优惠 当时呢 我就看到很多报道 说银行的电话呢 比平常多了很多 银行呢 到处在雇人 因为他们可能电话太忙了 忙不过来 所以呢 可能那时候呢 银行特别缺钱 所以呢 他就主动的从我别的澳洲联邦银行的账户上呢 花钱去把这个 购买股票呢 给我成交了 哎 我当时就想 哎 怎么可以这样呢 当时想着想打电话去澳洲银行去跟他 呃 就是说一下 你不能这样做 但是后来一想呢 首先呢 是我自己做错了 因为呢 我设定了购买 我当时要是把设定的购买取消的话 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呢 我自己也是有错误的 那就算了吧 因为这个钱呢 是我准备的 给孩子上大学用的 所以再次放在股票账户里面 应该是也是不受影 也是不影响的 我当时同时还设定了购买澳洲国民银行的股票 我就赶紧呢 去把那个澳洲国民银行的股票设定呢 给撤销了 就这样呢 我糊里糊涂的就买了100股的澳洲联邦银行的股票 我购买之后呢 我购买之后呢 也就没有管 一直放在账户上 没有管 偶然呢 偶然上去查账户的时候 瞅一眼 看他的那个值呢 自从我购买之后呢 他就一直在下接 因为我是66澳币没购买的 他一直下接到62澳币了 我就想呢 我要不要再补个仓啊 如果补个仓的话 可以把这个成本垃圾了 所以呢 我就设定了 再购买100股 但是我这次的设定呢 没有购买成功 没有购买成功也就无所谓了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工作 也不敢买股票 心里想着钱 还要拿着买菜呢 还要生活用呢 所以就这样一直放着 结果呢 后来这个股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升到每股70多澳币 然后又升到80多澳币 目前呢 已经升到99澳币 我就在一直在瞅着 看他哪一千呢 就突破100澳币 澳大利亚的这四大银行的股票呢 我看了一下 他们每年呢 都会分红两次 基本上呢 是中期分红一次 年末的时候分红一次 我这个股票是2020年的9月份买的 到现在呢 已经过了半年多了 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 我收到了一个分红 就是美股呢 配1.5澳币 这个澳币呢 我当时设定了自动购买股票 所以呢 我现在一共有101股 每股99澳币的话 等于我账上的总额呢 已经超过了1万澳币 那收益率呢 已经超过了50% 我并不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的股票很少 并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 即便它涨到100% 也不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收益 但是从这次买股票呢 让我反思到一个问题 这个钱呢 如果是以现金存在你的账户上的话 真的是 这个通货膨胀非常厉害 损失的很厉害 如果我们把不用的钱 放在股票账户上的话 就算这个股票的价格不涨 但是它每年的两次封红的 这个封红率呢 也有3%几到4%几了 比银行的存款要高了 所以呢 那这还是 这确实是一个理财的好方法 我很感谢Como Wealth Back 就是强迫我买了这100股的股票 一是呢 我赚了50%的收益 二呢 是交汇了我一个理财的方法 让我看到了 把钱买股票 比从在银行的收益率呢 真的是要高很多 好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简赞 订阅 转发